爱你的男人和玩你的男人的区别 一定要认真看清楚 男人一旦爱上一个女人呢 就会把最差的一面 比如说大男子主义啊 小心眼啊 坏脾气啊 孩子气通通甩给对方 相反 如果这个男人不爱这个女人 他才会把自己高价值的一面展示给这个女人 比如说他的沉稳 成熟 懂浪漫 可是很多女人不懂啊 总觉得呀 爱发脾气 乱吃醋的男人 太过于幼稚 喜欢那些温柔体贴 会来事儿不粘人的 可是他们永远都不知道 拥有了这些标签的男人啊 他看起来是很完美的 但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 他未必是真的爱你啊 女人们啊 总是看不穿 最迷人的 才是最危险的呀 为什么那些男人能够 投你所好呢 其实真相啊 我跟你说 往往就是 他们接触的女人太多了 早就摸透了你的心理 才会把你啊 吃得死死的 也不打算呢 对你长久发展下去 所以啊 在你面前伪装的就特别的完美 他不肯轻易暴露出自己的缺点 可是很多女人永远都不懂 对吧 一个爱胡思乱想 爱吃醋的男人 到底有多爱你 虽然呢 他可能人傻 嘴也不甜 情商呢 也不高 爱你的方式 可能很笨拙 也总是惹你生气 但是真的 他可能满眼都是你呀 他是真的想死心塌地的对你好 如果你遇到了 就千万不要错过 如果你不小心给弄丢了 也一定要想办法把他找回来 你相信我 再给他一点时间 他也会变得很优秀的